大家好,欢迎来到吃油青岛 今天我接着带您到青岛的渔岗码头上看一看 渔民捕捞上来的最新鲜的海鲜 小编在码头上看到 出海的渔船都是一些小渔船 当天出海几个小时就能够回到岸边 渔船靠岸后 渔民用铁鲜把这些海鲜全部卸到岸上 然后进行分解 由于是速捕的渔船 所以捕回来的海鲜都特别的新鲜 有不少海鲜还是活的 小编看到 在成堆的海鲜里面 数量最多的就是海龙鱼了 这种鱼看起来像草一样 但是却有着捕肾壮阳的功效 据渔民说 这种海鲜虽然大捕 但是不能吃多了 除了海龙鱼 渔民捕回来的还有少部分的鱼虾蟹 渔民把他们分检出来之后 很快就会被前来购买海鲜的市民和商贩买走 太小了哈 就这么点 咱们小的管子 这种太小 这么点 你吃了好小 我猜油也太小 油也是 咱们这种油 它一种不到 免条油是吧 这就 连都算不是面图 这是挺油的 啊 面图油 油算是大面图的 这种的面图是在这儿呢 在这儿是面图 在这儿都算是 算是整 然后挺油油的 挺油油 也有一些渔民特别的幸运 捕回来了一些比较稀罕的海鲜 吃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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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你弄小火了 你弄小火了 你饭的 你怎么这种呢 一点也不这种 这么多这边这种呢 那里边不是多翘是吗 翘不翘 干嘛 还挺好吃的 这鱼怎么卖了 这鱼怎么卖了 不用捣了 不用捣了 就这么露了 这么厚 这么厚 这是那个是鱼的 这是一斤 这是一斤 这这斤鱼的 还活着说 活着说 活 那是一斤鱼的 这不是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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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是什么鱼的 鱼的 这么大的 这斤鱼的 斤鱼的 斤鱼 斤鱼的 这打上来的 好 好的 不得水抬过去干不得老 这个鱼了是吧 哎呦 鱼鱼的肉质特别的鲜美 渔民说能捕捞回这么大的野生鱼鱼 而且还是活的 还是比较罕见的